六年六部大爆电视剧,让赵丽颖在娱乐圈彻底站稳电视剧《女王》的宝座,虽然大部分网友认为这一切都来源于赵丽颖一人的努力,但也有很多人好奇,赵丽颖幕后的大佬是谁,有如此大的能量,用十万豪赚五千万又是怎么做到的,相信小伙伴们都非常好奇。 赵丽颖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,毕业后做过很多工作,在机缘巧合下进入了娱乐圈,从她的采访中不难看出,赵丽颖非常喜欢演戏,而且事业心很重,不会为了其余事情放弃自己喜欢的东西,可能这也是她离婚的真正原因,赵丽颖刚进入娱乐圈的时候并没有什么资源,多年的跑龙套生活,磨练出她现在出色的演技,直到现在依旧能从很多老电视剧里看到赵丽颖的身影, 说起赵丽颖的成为时,还要从陆珍传奇开始谈起,拍完这部剧后,在公司的安排下,她和陈晓开始吵CP,因为两人实在太配了,所以到现在,成为无数粉丝心中的一蓝屏,这件事提高了赵丽颖的知名度,为她带来更多资源,从赵丽颖爆红之后,她拍的每部剧,质量都非常不错,花千古,珊珊来了,楚桥传等,都成为经典,所以越来越多的人,好奇赵丽颖背后的大佬, 到底是谁,其实说到赵丽颖的贵人,就不得不提于正,在赵丽颖讨论号时,被于正看中,签约到她的旗下,后来于正又为赵丽颖量身打造了陆珍传奇,这部剧有多火,相信大家都知道,之后赵丽颖又拍摄了,多部爆款电视剧,基本在娱乐圈,站稳脚跟,这时她又遇到了经纪人黄斌, 很多人,对她不是很了解,黄斌是可以和杨天真齐名的人物,黄斌,曾是黄晓明的经纪人,用几年的时间,将黄晓明从土为教主,打造成时尚的处,赵丽颖的精力,和黄晓明差不多,在和黄斌合作后,赵丽颖,不仅仅使资源更棒,时尚资源更是,有了飞速的发展, 人设也更加清晰,比如赵丽颖的低情声,在经纪人及其团队的运作下,成为了说话耿直真性情,出身农村家境苦风,变成草根溢息的励质人生,黄斌担任赵丽颖经纪人后,她先后拿下了,很多大牌资源的代言,就连五家顶级的市场大刊,她也拿下了三家,快速的发展,让赵丽颖2018年,就在,福布斯名人榜上,排名第四,就连商业价值榜,都排在第三名, 仅次于杨颖和杨子,不过要说起,赵丽颖背后的爸爸,可还不是前面两位,赵丽颖最大的贵人,应该是吴奇龙,她帮助赵丽颖彻底成为资本大鳄,大家都知道,吴奇龙,除了是非常出色的演员之外,还是非常厉害投资人,行下资产多如牛毛,而且都非常赚钱,赵丽颖和吴奇龙,因鼠山传记相识,在剧中吴奇龙是赵丽颖的爸爸,可能是因为两人非常同源,所以在电视剧拍完之后, 他们关系依旧很好,赵丽颖多次在,公众场合,比吴奇龙叫爸爸,而吴奇龙也认赵丽颖为女人,曾有人批评赵丽颖演技不好,吴奇龙第一个站出来,反驳了这种说法,曾经有人询问吴奇龙,为何会选择赵丽颖当主角,他表示赵丽颖是收视的保障,是其他演员无法理拟的,正是两人的这种关系,赵丽颖以十万元的低价,拿到了稻草雄1%的股份,前几年稻草雄上市后, 1%的股份价值为5000万,这还是赵丽颖,商业版图的第一步,不久之后,赵丽颖正是睿之爱奇艺,和陈伟萍一起成为,爱奇艺首席会员推荐官,在《土桥》上映后,赵丽颖更是从中大赚一笔, 从赵丽颖后期的发展中,不难看出,是吴奇龙帮助他跨越的阶层,向未来,赵丽颖和吴奇龙的关系,能维持下去,熟悉赵丽颖的人都知道,他是个非常在乎粉丝的人,在2017年的跨年晚会上,赵丽颖的粉丝,送给他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,是一双水晶鞋,看到鞋子的瞬间,赵丽颖就累崩了,还说,如果谁送他一双水晶鞋,他就嫁给谁,大家都知道,赵丽颖的脚比较小, 而为出名的时候,资源又不是很多,所以粉丝经常看到,赵丽颖穿了一双大的高跟鞋走路,非常的辛苦,而粉丝送的这双水晶鞋是特制的,很适合赵丽颖,为赵丽颖送上鞋子的人,叫胖尹飞刀,喜欢赵丽颖的粉丝,都认识这位小哥,他是赵丽颖的大粉,自从赵丽颖出道之后,就喜欢上了他,为了赵丽颖,他自学剪辑,很多优秀的剪辑物料,都出自他的手笔,当主持人介绍完, 这位粉丝的名字,赵丽颖,就说我认识他,后来还是在,主持人的提醒下,胖尹飞刀才和赵丽颖,简单的拥抱了,这大概就是,粉丝和偶像最好的距离,有人说,胖尹飞刀只是,拥抱了一下自己的月亮,然后又放他回到天上,赵丽颖和冯绍峰官宣结婚后,很多人以为胖尹飞刀会脱粉独彩,但是他,只是穿着网红熊的服装,跳了一段滑稽的舞蹈,还为赵丽颖送上了精美的视频, 对赵丽颖的爱一点都没改变,赵丽颖离婚后,同样没有给胖尹飞刀一点影响,他依旧默默地支持着赵丽颖,你们对此怎么看?